有时候我就会想 如果有一天 我莫名其妙地死了 大人 让我们来调查一下死因 先从死者的手机查起来 让我们检查一下 他的聊天记录 还有手机相冲 他有很多景 自己可见的朋友 快看看 看看有没有啥遗地 不错了 别他们看了 跟这些朋友圈没关系啊 要留清白 在人间 请问 如果你马上就要死了 死前最后一分钟会干什么 如果捅不掉的话 就和家人好好道个别 然后 不对啊 要先删除聊天记录啊 对对对 重新的聊天记录 简直不甘入目啊 这位朋友离去了 大家都来告你 这些 都是他的遗物 这是他最喜欢穿的衣服 这是他的手表 这是他大学后的奖牌 这是他人中的 谁给我两分钟 让我把银杯剪进去 让我把此电子 新加转连持 并且重要文件 新建文件 加人取结构件 省里的535个视频 先删除 啊 太好了 都可以放心的去锁了 相对于硬盘来说 手机更是重改权 人没了之后 手机是给家人的 也会给解开锁 你把搜索进入 你的某宝主页推荐 我们家怎么出了这么个败类 sorry 然后再想想一下 死之后 别人用你的账号发通告 需要发一条朋友圈 告知你的朋友 然后点入了你的朋友圈 一堆紧自己可见了 激励自己的话 啊 没想到他这么努力 这么励志 别看了 咋死了 然后点开你的微博 全他妈是抽奖 他不是很努力 很立志吗 所以 杀 黄杀 有刘青白 在人间啊 太漂亮 你确定 自己东西删干净了 可以体面的跟我走呢 确定 我很安全 嗯 据我所知 你B站收藏家似乎还在 你有一个收藏家 里面全是呕吐 去黑头开脑包 你还给他起名叫下饭收藏家 您的口味着实是不错呢 嗯 这边也有一位 自以为一切处理妥当的傻孩子 你公司电脑上 登着你的账号呢 卧槽 想想你的同事们 前两天刚悼念完你 接着就无意间看到你的浏览记录 平时带朋友去自己家 哇 你家好整洁啊 家好干净啊 一般了 如果有一天 我突然死 朋友们很伤心 去我房间整理我的遗物 因此 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才不要一臭半年 我先回家 把那盆臭袜子下 然后还有这一堆内裤 吸吸吸 该扔的让海满 太他们丢人了 还有我那二十年没擦过的洗脸池 把桶 把桶周围 一堆不可描述的毛发 看一叮点黄黄的印度都不能留下 当一切都变得非常挺 哇 他家还是那么成绩啊 看一叮点黄黄的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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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注我 关注我 我这门皮还不关注我的油管 天亮就出发 梦已经醒了 心不会害怕 啊 好